大家都知道 总统出行必然是有很大排场的 印度总统穆克吉也不例外 首先封路是必不可吵的 其次才是庞大的护卫队 前段时间印度总统穆克吉 前往班加洛尔视察工作 车队在路上竟被一名交警拦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天有一位38年工作间的老交警尼加 正在路上执勤 他的任务是保证总统车队出行的道路畅通 在班加洛尔的大街上 当总统车队距离加尼不到100米的时候 一辆救护车从不远处急迟而来 显然这辆救护车上 定是有急需要急救的病人 危难之际 尼加果断请示上级 并拦下了总统车队 为救护车让出了生命通道 事件一出 印度全国上下纷纷为其点赞 称赞他是人民的英雄警察 他的举动也许就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据班加洛尔的警察局局长称 我们之前也有下达指令 任何紧急服务都优先于特权 这样的规定 无疑是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 看到这里 小编也想为尼加竖起大拇指 过人的胆识背后 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娱乐压力